好,在正式開始上課之前 我們要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反叉 壓著 沒掉下來 請你思考 他受了哪些力 所以沒有掉下來 然後 我輕輕壓 會掉下來 我用力壓 不會掉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我輕輕壓會掉下來 為什麼我用力壓 不會掉下來 內容 我後面會教 等一下有一個動腦時間 我要問 這個狀況 請你先回去 思考 為什麼會這樣 先思考 沒有掉下來 是為什麼沒有掉下來 然後 為什麼輕輕壓會掉下來 為什麼用力壓不會掉下來 心理思考 然後我們就開始上摩擦力 摩擦力 在粗糙的平面上推動 不容易推動 光滑的面上推動 容易推動 因為我們說粗糙面上的摩擦力比較大 我們國中教的摩擦力就是阻力 阻止他運動的力量 阻止他運動的力量叫做摩擦力 怎麼來的 國中生不處理 就是為什麼會有摩擦力 就是我們不管他 反正就是有摩擦力 他就對了 然後呢 這個阻止他運動的外力 我們稱之為摩擦力 有分動摩擦力跟近摩擦力 國中生基本上不處理動摩擦力 我們的考驗上的題目 幾乎全部都是 近摩擦力 就是為什麼是近摩擦力 我們沒有處理 OK 好 那什麼叫做近摩擦力 就是我一個東西靜止 我推他 他還是靜止 沒有動 這個時候的摩擦力叫做近摩擦力 看圖 你會發現那個近摩擦力沒有一定對不對 越來越大 最上面有一個最大近摩擦力 那是重點 後面在教 後面在教 那麼就是 並非定止 現在我推他 他不動 是因為有一個近摩擦力 根據前面學過的 兩力的平衡 那大小要相同 方向要相反 所以考試的重點就是 我的外力跟我的近摩擦力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有一個 三十公斤重的東西 我推 五公斤重 推他 推不動 請問你 摩擦力多少 五公斤重 失利 五公斤重 摩擦力就是 五公斤重 叫做 失利 會等於 近摩擦力 這個是我們 問問題的時候 的一個重點 好 推 五公斤重 不動 近摩擦力 五公斤重 推 七公斤重 不動 近摩擦力 就是 七公斤重 兩個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然後同時跟接觸面平行 等一下有圖 給你看 等一下有圖給你看 好 就這樣子 所以 這是一個重點 好 失利 等於 近摩擦力 失利等於近摩擦力 就是我們的 問問題的重點 所以 這兩張圖 這個圖上面 有一個 紅色 箭頭 那個叫做 我的外力 下面有一個 綠色 箭頭 叫做我的近摩擦力 兩個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然後就 平衡掉了 然後就底掉了 然後跟接觸面平行 這個圖是有問題的 這個圖是有什麼問題 這兩個力 有沒有在一條直線上 沒有 所以 它有沒有符合我們前面教的 兩力平衡的條件 沒有 它沒有符合我們兩力平衡 事實上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裡 如果我這樣推 發生什麼事 會倒對不對 再來 我上面推容易倒對不對 我推下面 不容易倒對不對 這跟轉動有關嘛 轉動要到國山 才會交 所以我們現在就忘掉它 我們就不處理它 我們就當作它叫做沒事 我們就直接跟你講說 你說這兩個力 平衡掉了 然後就零了 就不會動了 OK 我們就沒有仔細的探討 但是如果你要仔細講 這個圖是 這個圖會有個轉動的問題 這個圖會有個轉動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不管它了 OK嗎 OK 那動摩擦力 就是動的時候 動的時候 東西在動的時候的摩擦力 叫做動摩擦力 那重點 看圖 那動摩擦力怎樣 平的 什麼意思 為定值 不會變 外力不管多大 動摩擦力都一樣大 可是重點 動摩擦力 為一個定值 動摩擦力的大小 還會跟運動方式有關 有所謂的滾動跟滑動 滾動的時候摩擦比較小 滑動的時候摩擦比較大 這個就看一看 知道就好了 知道 動摩擦力為一個定值 知道 滑動摩擦跟滾動摩擦 滾動摩擦比較小 滑動摩擦比較大 就夠了 前面那個是比較會考的 就是 推東西不動的時候 外力跟滾摩擦力會一樣大 推2公斤重不動 滾摩擦力2公斤重 推10公斤重不動 滾摩擦力就是10公斤重 這是我們要了解注意的重點 OK 另外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國中教你的 摩擦力都會跟運動方向相反 但是實際上不是 高中生問過我這個問題 你的摩擦力方向 不見得跟最後的運動方向相反 舉例 腳踏車 腳踏車往前騎 摩擦力也是向前 這叫做看起來 摩擦力的方向跟運動方向相同 如果你仔細的講 還是相反 為什麼 因為你的腳踏車騎的時候 腳踏車輪胎是向後轉 輪胎向後轉 撞地上 地面給摩擦力向前推 然後腳踏車就往前走 所以看到的叫做運動方向跟摩擦力方向相同 OK嗎 這個叫做 這是極少數的例外 國中生可以不用管 高中生問過我這一題 問我說是不是一定相反 我說不是 我高 國中生我教過你了 不是 但是 一般而言 你不用管這件事情 我們考試就是相反 東西向上動 哪裡就向 下 東西向左動 哪裡就向 右 我們就是相反就對了 我們一般來就是相反就對了 那特殊的情形 我們就不要理他 就是要告訴你 摩擦力會跟運動方向相反 OK